啊 哈若萱你说咋看我家那么多年了 肚子滑动 是你不能生吗 还是你老公 该不会是你床上的 要不这样 我吃点亏 我帮你 牛毛 打我你敢打我 今天我就要尝尝 肚子滑动 到底是什么字啊 敢对大小姐不尽找死 那是谁啊 来打我我警告你 再敢对大小姐不尽 今后林海市再无你的龙神之地滚 大小姐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大小姐 您为什么要做这等下贱的工作 你可是韩家唯一的记者人 你要是喜欢 去去七星级酒店 这就替你买下来 我的事不用理我 我已经跟韩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小姐 您不要再任性 老爷这些年找你找一手 你憔悴了 闭嘴 自由应得 韩若许 你跟别的男人咕咕搭搭 你干什么呢你 韩若许 你跟别的男人咕咕搭搭 你干什么呢你 这里没事我们走吧 可是这是命令 起胜你怎么来了 韩若许你这个臭婊子 你敢背头拿认识吗 同样是女人 你看看人家何小姐 知书达理 嗚嗚如呀 再看看你 一里的眼睛性 就被嫁给自己 做外面的女人 哎呀程阿姨 你消消气 小心别气化了生日啊 对了 为了奶奶的生日 我可以吃了床金服珠宝店 给她老人家呀 定制了一整套的珠宝手势 何小姐 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天天 又不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呢 阿姨 现在也不晚呀 对对对 等过了奶奶的寿宴 我就让这个丢人现眼的废物东西 跟骑身离婚 妈 去去去吧 我也能为奶奶准备啊 住口 你不非叫我妈 我 我都做了什么 您就要打我 打你什么 我妈打你 难不成还高日子 看这个 我这可是基本上高低了 你赔得起吗 是你 是你 顾少 你认识这个送外卖的 不认识啊 当然不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这种下的 都是你 看我回去打死 妈 等下 韩洛雪 也会我没提醒你 明天是奶奶的生意 你要是拿着向你的脸 到场就让你滚住 刚才 你是故意的吧 谢谢你啊 我在这样的家里 你是怎么说得了他 我 我 起身 还救过我的命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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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妖子 被下了药还怕我这么快 以后我却抢了你 给老子喝个血啊啊 你们是谁怕辣的 我出双倍的钱 我求求你们放了我 滚 妖子 妖子 小子 但刚才他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善良 或许 是他变了 或许 是我不够好 或许是你认错了 啊 啊 走了 告诉他 我答应回寒家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大小姐你请请 帮我定一套最顶级的珠宝 明天我要去参加奶奶的宴会 哦对了 记得吧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 有问题大小姐 我这就去办 我会让你对我刮目相看的 启顺 哎呀 我说你能不能别来回转了 妈 我越想越不对劲 你说那个建筑是恢复起 刚才看我 为什么 哎呀其实啊你可别吓我 还要是真的恢复了自己 咱们模子 就监狱 你谁 老公是我 我 你为什么不唱你 回自己的家也需要敲门吗 还敢净准是 还敢净准是 啊 你为什么不唱你 我 我 顾绍 你真是带到谁 没事 你给家宝的衣服 这是我的衣服 何如言你为什么要穿我的衣服 是我的意思 有什么问题吗 韩小姐 我的衣服脏了 所以顾绍呢 就把你的衣服借给我了 你要是实在介意的话 我就去把衣服脱了还给你 哎 何小姐 不用管他 一点小事而已 顾家的东西 当然是我所算的 谢谢你啊顾绍 你还在这个任务呢 还不是说饭 我 我 我 何小姐 你还在这个任务呢 还不是说饭 好吃 啊 好 after you 你就可以 佛祠 你发什么神经啊 不想吃给我滚出去 那 那个菜我也爱吃 为什么家里他 这个何如言他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 vanished 而且还比你有钱有地位 是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很快就不是了 很快就不是了 启顺 你说什么 韩洛雪 没什么好心啊 我当年许你 完全就是为了普通老爷子的 我根本就对你没有一点感情 不可能 你说过你爱我的 嗨 你知道我这三年为什么不跟你 因为我就看了 我想到你做一身评见的下巴人身上 恶远酸臭 还有那种喜爱的事 等奶奶受院过完 不可能都是借口 其实你告诉我 你要跟我离婚 是不是都是为了她 我说韩洛雪 你有点自知之明嘛 一个是掉了毛的处子 一个是高高见上的花孔雀 傻子都知道选谁 我也不说别的 就说奶奶受业 人家何小姐一个外人 都能定一整套做的 你呢 又为奶奶做了什么 我给奶奶在本市最领先的黄远珠宝 定了一套高定首饰 黄远珠宝 我听说那最便宜的一套手饰 你得要得几百万 别理她 她要是能定一套高定首饰的话 那她岂不是我们林海市第一豪门 韩津的大小姐 你要是不想吃就给我滚出去 别在她找人为了 喂 谁啊 你好 不是林海市的黄远珠宝 黄远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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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我们大小姐以您的名义 我们奶奶进来一套 请你帮忙些什么 你是说那个林海市最顶级的珠宝 黄远珠宝 是的 你没有联统 那 那你明天把我送的回去安全 哎呀 肯定是卢远给我们定的 你在想什么 不会真的以为是韩洛雪这个废物吧 是啊 韩洛雪这个废物 你什么跟黄远珠宝 什么何如烟 明明就是我 韩洛雪 你还要不要脸啊 你真是一个 撒谎精神事 满成的谎话 何如烟 你真是一个 他们都说这是你定的 你敢承认吗 黄远珠宝 我怎么没有印象 笑话 何小姐哪有不敢认的 韩洛雪 别再给我发疯 幸何的你跟我说话 没错 黄远珠宝 你胡说